已经让医疗人员应接不暇 上周来冲突高深 联合国还将部分的人员撤离到乌干达 减少物资压力 美国46人地面部队也进驻南苏丹保护侨胞 但是21号与应运输机要来南苏丹 重来省博尔一带撤侨时 却遭到不明的炮火袭击 美国隔天再次尝试疏散 成功以直升机载回15名人员 中国大陆方面 中石油也在21号 以两架包机疏散近200名员工 留下500多人待命 发展的变化 再结合一下我们生产任务的安排 来实时的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 南苏丹每天生产原油25万桶 政府预算99%来自于此 国内动荡之后这数字可能不保 加上利比亚等国减少的产量 将美国页岩油革命的产量给抵消 还绰绰有余 成为油价上扬隐忧 石油资源丰富的联合州首府 本提乌22号也正式宣告 落入叛军的手中 叛军领袖前副总统马查尔 仍恐怕还躲在这一带坐镇 目前执政的苏丹人民解放运动 名义上是一个政党 但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 党内派系连利 各派系分别代表不同部落的利益 吉尔身为南苏丹第一个总统 7月间拔掉副手马查尔 自此两派泄斗不断 这两个人的年龄资历都差不多 但是吉尔属于第一大族丁卡族 马查尔则是第二大族努埃尔族 丁卡族在政经上资源较多 早就令努埃尔族不满 马查尔还指控吉尔贪污 2015年准备自己参与大选 吉尔怒斥 马查尔只是为了领导政变 南苏丹政府缺乏行政管理经验 对军队的控制力也不足 1100万人口教育水准低落 60多个部族组成分杂 管理难度又高一级 族群的认同还大于国家意识 专家普遍认为两派和解 难上加难 政府是这样喊话的 但是没有一方愿意先停火 南苏丹全国超过一半的民众 赖援助为生 光是美国金元就达5亿美元 美国已经考虑断元来抵制 平时生活拮据的民众 如今生活更难有保障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再来关心全球正在聚焦北韩这个国家 北韩新封协议展开政治肃清 在领导人金正恩处决自己的估障张成泽后 现在传出开始抄家灭族了 根据情报显示 多达数百名跟张成泽有关的亲戚部署被集体抓到集中营 其中有部分人士已经遭到处决了 现在更有形形画面在网络上流传 原本担任北韩驻外大使的张成泽亲戚被招回北韩后 根据了解也下落不明了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处决亲故障张成泽之后 现在更开始抄家灭族 画面曝光是张成泽的亲信被绑在木柱上遭公开墙壁 据传数百名跟他有关联的亲友部署都被抓去劳改营 家族更是通通被处决 唯一例外只剩张成泽的妻子 一直是金正恩传出病危的姑姑金静姬 但他在张成泽处决前就被迫离婚 朝鲜日报跟报道平壤火车站现在异常盲乱 金正恩正秘密将张成泽的亲信押到各地处决 时代杂志年度最佳Instagram照片之一就选中了这张 平壤民众人心惶惶看处决消息的影像 根据了解政治肃清起因是张成泽的两名部下 李龙和跟张秀吉不立即执行金正恩的要求 把党内行政部全力交回军方 金正恩当时烂罪下令处死两人 也开启了后续一连串的肃清 专家分析明年4月北韩将举行最高人民会议 对张成泽清新的抄家肃清可能在之前结束 届时金正恩将迎来全面主导党政军的时代 TVVN新闻最后报道 再来锁定叙利亚 叙利亚目前因为内战流离失所的难民高达了200万人 其中一大半是孩童有110万人 这些孩子目前大多占据在里巴嫩 土耳其跟约旦的难民营 他们没得上学 就连预寒衣物也没得穿 尤其最近中东遭遇几十年来最强寒流 有人看不下去了发起捐赠叙利亚孩童鞋子的活动 24个小时就目到了好几双鞋 除了伸手要援助 有一群难民妈妈努力自立 在餐饮大亨帮助下 成立外汇公司 用家传手艺在异乡再站起来 当然更多人想摆脱穷困生活 企图从叙利亚辗转逃到欧洲 没有想到偷渡船超载 发生沉船意外 造成生理死别 叙利亚悲剧不断上演 叙利亚那名孩童 寒冬里却得光着脚走路 天下父母心 任谁看到这样的画面都不忍心 里巴嫩设计师哈拉 同时也是三个孩子的妈 发起给叙利亚孩童鞋子穿的慈善活动 本来目标24小时要目到两千双 结果却多了好几千双 排队领鞋的孩子们中 九岁的阿米娜面对镜头特别活泼 但她五岁的邻居苏珊就显得怕生 年纪较大的孩子说 她的父亲被狙击手疾病 一个哥哥坐牢 还有一个哥哥重伤 住在黎巴嫩的难民营里 苏珊家的天花板是用后纸板遮风避雨 她才13岁的姐姐就得帮忙扛起家计 在夏天时到田里打工 什么是国破家王 孩子们也许似懂非懂 但陌生人捐赠的这双鞋 就像灰姑娘的玻璃鞋一般 带给他们无穷期望 组织起整个捐鞋活动的 是25岁的叙利亚裔黎巴嫩博士生 两年前她还在伦敦念书 但一回国就自觉走不了了 等别人来救你不如自救 一群叙利亚那名妈妈 决定用家乡味在异乡寻求立足之地 对食物的共同信念 把他们团结在一起 这一群的名妈妈在黎巴嫩餐饮 大亨的协助下成立了外汇公司 他们花了整整两个月 在避难所的地下室筹备 从清洁卫生到最后盛盘 每一道菜都是从基础开始学习 寄托家传手艺 抚慰思乡之情 但已经被战火摧毁的家园 孩子们只能凭记忆在画作里描绘 梦想要当画家的泰斯尼姆 今年一月跟家人从叙利亚逃到埃及 两个月前妈妈曾经带着她和四兄妹 企图投渡到欧洲 但投渡船因为超载 开离港口后没多久就沉船 造成十二死二死失踪 幸亏泰斯尼姆命大安全生还 但她跟兄弟姐妹却被警察拘留 关在这个昏暗的房间里 她用画笔记录了沉船的恐怖经验 尽管危险 仲介费高昂 仍有无数的叙利亚难民 想靠偷渡投奔自由世界 冒险让七小偷渡 泰斯尼姆的父亲等了两个月 才看到他们被放出来一家团聚 但泰斯尼姆只拿到埃及核发的三个月临时签证 接下来该核去核从 仍是未知数 TVBS新闻综合报道 2013年即将结束了 回顾这一年有不少3C产品发表问世 像是智慧手表 能够浏览网路也能拍照 让不少3C迷疯狂抢购 其他还有跟纸一样薄的平板电脑 用镭射感应的键盘等等 今年让3C业者的荷包赚满满 2013年科技产品五花八门 大到电视小到平板电脑 甚至手表有不少让人印象时刻 几乎跟纸一样薄的平板电脑 让使用者携带更方便 当好几个纸平板连接在一起 就成了一个大萤幕 还有这个智慧型温度计 透过面板的操作 让厨师轻而易举地掌握温度变化 另外还有小朋友专用的电子童书 轻松翻页阅读 只要一个平板就有看不完的故事书 机器投射出雷射红光 形成键盘的形状 只要在上头打字 透过感应的方式 也能够把讯息输入电脑 省去了键盘的空间 更为方便 还有爱音乐的人 不能错过的这个 把智慧面板当作吉他弹 连接平板电脑 就能弹奏出美妙的琴声 还有这个透过脑波来控制的装置 不用动手也能轻松玩游戏 当然不能不提的 还有智慧手表 能够浏览网路 能够拍照 虽然一幕小了点 还是吸引了不少3C迷抢购 科技日新月异 越来越多的发明 让生活更加便利 也让3C业者的荷包 变得满满满 TVB的新闻综合不到 回头带你关心 苹果跟全球最大电信商 中国移动签下协印 中国移动将在明年音乐中 开卖苹果 海铁 等一下可以来关注这科技行动 今天的重大讯息 台湾这阵子经常发生急诊室暴力 其实中国大陆医病关系更紧张 医疗纠纷 诉诸暴力层出不穷 之前一名浙江医师甚至惨遭杀害 大陆把这种到医院闹事求偿的叫做医闹 为了防身 有医院发放钢盔 甚至